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集团外长会议结束 由于中国和俄罗斯 不同意谴责沃兰战士 会议未能发表联合声明 美国波罗马在会议期间 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斯短暂交谈 俄罗斯外长外交部 强调两人只在边走边港 二十国集团外长的会议 在星期四 在新德里进行最后一天的讨论 印度外长苏杰森指各国多 与多项事务都有共识 不过在沃兰战士上 一些国家有无法调解的旗见 中国和俄罗斯 也有不同意的强烈谴责沃兰战士 所以只能发表 主席各摘要的结果文件 不能够有联合声明 实际上印度就选中间 你们谴责也好各样东西 你们搞定它 中俄就站在一起 直接反对 来到这一道 秦光也都借这个机会 见了拉夫罗夫 当然了 谈的就是 究竟你们打成什么 中共可以怎么做 在这互相配合 而更重要的就是 不是你 秦光和拉夫罗夫 你们怎么说 而是在于布林肯 布林肯是真真正正 在会后见记者 直接跟你俄罗斯 跟中共画一条红线 布林肯在会后表示 他促请俄方结束 俄乌战士 更加表明 只要有需要 美国会持续支援乌兰 布林肯同时重申 如果中国向俄罗斯 提供可致命的支援 将会面临后果 而这个后果将会是 承认台湾独立 我估了 如果中国为俄罗斯 侵略提供物质 或者致命支援 参与系统性 回避制裁的行为 以协助俄罗斯 将为美中两国 带来严重的问题 而最重要的 连台湾问题都咬上了 那见十分钟 说了些什么 我相信布林肯 是为 为俄罗斯画红线 为什么我这么说 因为他会后的声明 已经讲了所有的一切 就是 俄罗斯 我一定会继续支持乌兰 提供所需的军备武器 或资金 其实这条就是红线 你要打下去 我美国是奉陪到底 跟你玩到尾 只要大家 不出核武 因为出核武 大家就没得说了 因为已经是对到致命打击 这个也是这场仗的底线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是来到这里 布林肯 是跟你画了一条 彻底的红线 那你就要明白 后果很严重 一个回马枪 也都跟秦光 中共再画一条红线 你真的不要让我找到 之前小小的蛛丝马迹 我们现在已经研究 但是如果真的有实质的证据 或者在战事上 找到你们的兵器的话 你们的武器的话 这样台湾问题 就会摆出来 因为三个联合公布 或者六大保证 甚至一个中国政策 由头到尾 都只不过是港的 签署了在国与国之间 这些所谓文件认同 走过纳抽 我不怕得罪说一句 你问我 我这么大个儿子 不知道见多少 是不是 国际公约 摆在联合国 其实就是废纸一张 那当然了 这个人我讲一下 节目做到这里 希望大家赞 追踪 订阅 读书 看广告 可以的话 加入会员和Patreon 代表我怎样 希望得到大家的词 所以你看到 俄斯拉夫罗夫说 我跟他边走边走 其实在国际会议上 在走廊 偶遇 跟着大家会谈 并不罕见 很多时候 没有真真正正 走在一起 到最后 都会不期而偶遇 跟着谈谈一番 但是这里 你看到两个分别 就是布林肯强硬 而俄罗斯回避 而到中国的时候 他见完拉夫罗夫 他就是重复 不要火上招游 我来劝交而已 最重要是大家和谈 没有表态 甚至没有直接这样 虽然说你火上招游 但是他从来没有直接这样 兜口兜面指明美国 那你就看到 哪一个是强 哪一个是弱 今年很多事 可能意想不到的发生 我们作为小市民 我们正观其变 究竟是中俄 可以将一个霸权 几百二百年的美国颁导 还是美国可以继续独大 拜拜